全能神经典话语 神自己所做的工作 哪一步不是为了拯救人类 哪一步不是为了捷径人 让人行出义来 让人活出一个可爱的形象来 撒旦却不是这么做 他是败坏人类 他一直在痊愈之下 做这败坏人的工作 当然 神也做他自己的工作 神并不搭理撒旦 撒旦再有权柄 他的权柄也是神给的 只不过 神并没有将所有的权柄都给他 所以 无论他怎么做 也不能超过神 一直在神的手中掌握 在天上 神没显明什么作为 只不过 就给撒旦点权柄 让他避养 让他侠管这些天使 所以 无论他怎么做 也不能超乎神的权柄 因为起初神给他的权柄 是有限的 神一边做工作 神一边做工作 他一边搅扰 到末世 他搅扰完了 神的工作 也结束了 神要做的人 也做成了 神从正面引导人 他的生命是活水 无限无量 撒旦败坏人 败坏到一个地步 最终生命活水 将人做成 撒旦无法插手做工 这样 神就能把这些人 完全得着了 撒旦现在还不服气 一直跟神比试高低 但神并不搭理他 神说过 我必胜过撒旦的 一切黑暗势力 胜过一切黑暗权势 这就是现在 在肉身中 要做的工作 也是倒成肉身的意义 就是来完成 末了一步 打败撒旦的工作 把所有属撒旦的东西 都灭绝 神战胜撒旦 这是必然趋势 其实 撒旦早已失败了 自从福音 在大红龙国家 一扩展 就是神倒成的肉身 一开始做工 工作局面打开以后 撒旦就彻底败了 因为倒成肉身 就是为了打败撒旦的 撒旦一看 神又一次倒成了肉身 而且还开始做工了 任何势力也拦阻不了 所以 他看见这工作就傻眼了 再也不敢做了 起初他认为 自己的智慧也很多 在神的做工中 搅扰打岔 却没料到 神又一次倒成肉身 而且 神做工 还借着他的悖逆 来揭示人 来审判人 以此征服人 来打败他 神比他更智慧 做的工作 远远超过他 所以 我以前说过 我做的工作 是建立在撒旦的诡计之上 到最终 显明我的全能 显明撒旦的无能 神在前面做工 他在后面尾随 以至于到最后 把他灭了 他还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呢 把他摔得粉身碎骨 他才恍然大悟 那时 他已被放在火壶里焚烧了 这样 他不就彻底服气了吗 因他无计可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